2.8连续假期这回天,宜兰花莲天气晴朗,苏花公路在中午12点过后,北上交通量有显著增加的趋势,一直到晚间7点输减。 花莲往宜兰北向大约有1287辆车次,整体交通量南下比去年的2.8同期减少大约17%,而北上则是减少大约11%,苏花路廊整体行车状况大致盛畅。 28日为连续假期第三天首假日,目前苏花路廊全线顺畅,北上每小时交通量维持约400到700辆。 而截至上午10点,苏花公路宜兰往花莲南向车流量为1533辆,花莲往宜兰北向为2147辆,重德路段在上午9时,北向最高量每小时达到787辆。 目前北上车流有稍有增多的情势,但是行驶速力就能保持60公里以上的行驶,下午也不可避免北上车流有增多的情势,本手也会配合交通中心在本辖区该路段145k处将第一路口处架设三角锥,以疏捷北上车流的行驶速力,看下午的北上车流的情景。 那么新城困体不一啊,在这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啊,请一路一线巡视啊,以免造成了追障发生的情形啊,更不要有酒后驾车超速增道的情形啊,也造成了自己和他人的行驶安全。 那么另外啊,如果苏花公路啊,苏花改北上车流啊,行驶速力稍微缓慢时啊,请一路长可以利用啊,台九丁线啊,台九今天行驶啊,可以输解啊,避免啊,在隧道里面回堵的情形。 苏澳至崇德经苏花改路段南下时间约74分钟,崇德至苏澳北上经台九线苏花改时间约为86分钟。 依据过往连续假期,苏运交通驱事研判,预估午后,崇德地区将涌现北返车潮,预估今日被上车流量将会超过1.3万辆。 请用路人及早做好行程规划,并遵守行车秩序,循序渐进。 记者林杰,新城乡采访报道。